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个女上司骚扰男下属的故事 头色机密 汤姆是一家IT公司的制造部主管 他与妻子生育了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的生活很幸福 这个周一的早上 汤姆因为帮妻子照料孩子起床洗漱而上班迟到了 如果在平时,汤姆不会太在意 但这一天是公司宣布新副总上任的日子 论资历,汤姆是最佳人选 而汤姆也做好了升职的准备 谁知,一向不把员工当回事的老板 偏偏这天早上去汤姆的办公室突击检查 发现汤姆没有准时上班,面露不悦 汤姆从助理那里得知此事后,心中隐隐不安 果然,等他来到公司后 便听闻,新副总另有人选,让他失望不已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副总竟是有,空降而来的梅迪担任 梅迪是汤姆的前女友,如今又成了他的上司 让他多想有些尴尬 梅迪倒是落落大方 约汤姆晚上七点去他办公室谈工作 到点后,汤姆带着文件来到梅迪办公室 小卓一背后,汤姆正要报告工作进展 梅迪确提出,想先看看汤姆的家庭照 汤姆便从前家里拿出照片 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妻子 梅迪暗讽汤姆妻子的身材走了样 又说起了二人在一起时的激情岁月 汤姆急忙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上 梅迪却顺势脱掉外套露出相间 让汤姆边给他按摩肩膀边汇报工作 上司的命令不好拒绝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公司与收购方的合并案将在这周五正式签订 但汤姆发现 公司的新产品在量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目前还在查找原因 梅迪而汤姆先不要公开此事 汤姆虽有些疑问 但还是立马通知技术部的人 谁知 梅迪突然从背后贴上来 想和他重温旧情 汤姆没有忘了自己是有家事的人 嘴上不停地拒绝着 可终究难当诱惑 索性 关键时刻 他猛然清醒过来 慌忙提上裤子 逃离了办公室 被拒绝了梅迪恼羞成怒 追出来大骂汤姆不识抬举 直到他发现 楼下还有名清洁工 才幸幸地回到了办公室 汤姆回家后 急忙跑进浴室 想洗掉刚才的痕迹 妻子表示 十分钟前梅迪来过电话 让转告汤姆 明早的会议改到了八点半 汤姆害怕妻子不高兴 只说梅迪是公司新上人的副总 而隐瞒的梅迪是他前女友 以及方才发生的事情 谁知 汤姆第二天来到公司才知道 会议不但没有推迟 反而提前到了七点半 本该由他主持的VR产品展示会议 也由梅迪代替了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梅迪恶人先告状 向老板控诉 作案他遭到了汤姆的骚扰 又假惺惺地声称 为了汤姆考虑 他愿意心事宁人 对汤姆进行内部处分即可 梅迪是公司合并案的促成者 所以才能坐上副总的位置 公司一旦被收购成功 老板老白就成了亿万富翁 而汤姆持有占比很大的期权股 自然要分走一部分利益 所以老白早就计划着 在河边案签订之前 把汤姆踢出局 于是便趁机想要把汤姆 调去德州的一个分场 汤姆向老白的亲信解释 是梅迪勾引了他 美女上司 骚扰已婚男下属 这种好事说出来谁信 但无论如何 汤姆是不会去德州的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才建起如今的制造部 眼看交货都回报了 他怎肯放手 另外早有传闻 德州的分场就被卖掉了 如果他去了德州 将会一无所有 正当汤姆不知 如何应对眼前的困境之时 一位自称是汤姆朋友的神秘人 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汤姆根据对方的指引 看到了一篇新闻报道 一位叫凯瑟琳的女律师 曾帮助一位受到骚扰的男士 打赢了官司 并获得了上百万的赔偿金 汤姆随即去了凯瑟琳的事务所咨询 但当凯瑟琳向他询问 事发时的一些细节时 汤姆想的有些难为情 说不出口 他只想知道 能否起诉谜底性骚扰 凯瑟琳告诉汤姆 性骚扰与性无关 关键在权利 而滥用职权不分男女 他们应该对这种非法行径 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同时分析了汤姆目前的处境 如果起诉对方 汤姆再提前将无立足之地 如果不起诉 汤姆会被调去德州 多年的心血复之东流 还要忍受流言蜚语 以及妻子的不信任 不管怎样 汤姆再次陷入艰难抉择中 但他转念一想 梅迪诬陷他性骚扰 却不想公开此事 无非是害怕 这桩丑闻因此他合并案 一旦合并案泡荡 老白就会损失一个亿 汤姆由此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 以起诉为民 给公司施压 根据民权法第七条 性骚扰条款 如果公司不解雇梅迪 那么他就提交人权委员会 老白受到汤姆的威胁 暴跳如雷 但梅迪猜到 汤姆此举 只是想胁迫他们 并非想真的公开丑闻 以他对汤姆的了解 汤姆肯定还没有把此事 告诉自己的妻子 于是提议 不如让汤姆后院失火 自顾不暇 老白觉得这个主意可行 随即挑拨离间 借助技术部同事的嘴 让汤姆妻子得知了 汤姆与梅迪的事情 但汤姆的嫌弃 在短暂的震惊后 立马站在了丈夫这边 说汤姆当晚就把此事告诉了他 而且他很信任汤姆 当然了 事后免费了一通艰难的解释 当得知 汤姆准备以性骚扰的罪名 起诉梅迪时 妻子劝汤姆去道个歉 把工作要回来 然后平息了此事 因为他也是一名律师 他深知 就算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 汤姆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但所有人只会记得 汤姆卷入过丑闻 到头来得不偿失 妻子的话 让汤姆压抑已久的愤怒情绪 瞬间爆发 掌权者肆意妄为 要夺走他的工作 误告他性骚扰 最后还要他去道歉 这个事件 还有公平吗 还有法律吗 汤姆发了一通脾气 回到书房后 神秘人又发了邮件 鼓励汤姆不要害怕梅迪 第二天 妻子陪着汤姆一起去了调解中心 调解会上 汤姆如实讲述了 事发经过的所有细节 而梅迪则颠倒黑白 哭诉自己才是受害人 在他的奋力反抗之下 才没有让汤姆得逞 梅迪的律师 更是拿汤姆和梅迪 遗忘的恋人关系 大做文章 又声称 汤姆愤怒于升职落空 所以才报复性地 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汤姆平时和女同事之间 无意识的肢体接触 也被解读为 汤姆具有骚扰的行为习惯 汤姆的律师 凯瑟琳调查了解到 过去五年里 梅迪有十名男下属 都是突然被撤职调离的 凯瑟琳找到了这些人 但没人愿意多谈 由于只是调解会 他们不能传唤这些人 而当晚在场的那名庆节公 已不知去想 调解会休息期间 汤姆回到公司 又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邮件 提醒他 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汤姆想搞清楚 神秘人是谁 但试探了身边的几位同事 仍然毫无头绪 于是 他打印了邮件地址 让凯瑟琳帮忙查一查 很快有了结果 这个地址是 华盛顿大学一名化学教授的 但过去三周 这位教授一直在尼泊尔 不可能给汤姆发邮件 与此同时 就算是没地先动手动脚勾引汤姆 作为男人又不吃亏 何必闹得这么难堪 不如就忘了此事 他们一起合作赚大钱 汤姆告诉凯瑟琳 老贝突然这么急于和解 很可能是出现了什么软肋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 虽然麻烦缠身 汤姆仍然没有忘了工作的事情 他给技术部的马克打电话 留言机里传来马克妻子的声音 这让他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事发当晚 他给马克打电话 留言机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经查询 汤姆发现 他当时拨错号码 将电话打给了另外一位朋友 电话单显示 当时通话了10分钟 很有可能 当时他没来得及挂断 那么 朋友的留言机里 一定录下了当时的精彩情形 而老白之所以主动脱协 原来是通过汤姆的电话单 提前知晓了此事 并且 已经让人把朋友的办公室 翻了个底儿朝天 幸运的是 朋友提前把录音带拿回了家 和女友听了好几遍 录音带清晰环游了 汤姆和梅迪的对话 真相大白 梅迪仍强词狡辩 欲据还迎你懂不懂 但汤姆断断续续 说了31次No 是不争的事实 老白害怕汤姆将录音公开 从而影响到公司合并案 不但帮汤姆支付了律师费 还给了汤姆10万美元的精神补偿金 并答应 等到合并案一结束 就会找个理由解雇了梅迪 汤姆为成功维护了自身权益 而欣喜若狂 可事情 真就这么简单吗 明天就是合并案 正式签约的日子 公司安排汤姆 到时上台做新产品介绍 晚上 汤姆留在公司 为明天的演讲做准备 神秘人这时发来邮件提醒他 事情还没有结束 汤姆工作完准备回家 却在路过健身房时 无意听到了老白的清醒 与媒体的昙花 没想到 他们还给汤姆设置了一个大陷阱 原来 新产品量产时出现了问题 并非是程序或设计有漏洞 而是有人在 马来西亚的生产线上做了手脚 制造环节出了问题 那却是汤姆的责任 到时 公司便可按照合同 以不称职为由解雇了他 汤姆想要备份工厂的数据资料 却发现 他的访问权限已被限制 紧急时刻 他突然想起了 公司新世纪的VR资料库 此时 VR资料库设备 正在收购房所住的酒店里 汤姆赶去酒店看到 老白正和收购房的人 在大厅谈话 便撒个谎 让副员帮他打开的房门 你别说 这1994年的想法 梅迪设计好了要叫他解雇 但一切似乎太晚了 汤姆发现 梅迪已经在删除 所有不利的文档资料 而以他的访问权限 根本无法阻止 事已至此 看来 他的职业生涯 算是彻底结束了 好在 很快事情又有了转机 汤姆把马来西亚工厂移民下属 购买了迪士尼的连票 对方打了电话 对他表示感谢 汤姆突然想到 马来西亚那边 应该留有资料备份 便请对方帮忙 把他所需要的资料 传真的过来 第二天的合并会议上 等到汤姆上台发言时 梅迪案计划 对汤姆进行发难 汤姆便拿出确凿证据证明 梅迪为了节省成本 把公司报表做得漂亮 以便促成合并案 就在不懂技术的情况下 擅自更改了 生产线上的制造程序 表面看 成本是节省下来的 但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 毫无竞争力 最终 合并案还是得以顺利签约 梅迪却成为牺牲品 被老白解雇 当然 这种优秀人才 大家都是抢着要的 还没离开办公室 梅迪就已经收到 十家公司的橄榄枝 看来 又要有几名不信的男士 极见引来危险的艳遇 正当汤姆以为 他终于可以升职为副总时 老白却宣布了 汤姆的同事 芬妮的名字 汤姆恍然大悟 芬妮就是那个 给他发邮件的神秘人 原来 芬妮的儿子 是那位化学教师的 研究生助理 教授去努伯尔出差时 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了他 他便听从母亲的安排 用教授的电脑 给汤姆发邮件 最终 坐山观胡斗的芬妮 成了最大赢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江湖就是江湖 强者生存 好了 本期这儿记得 希望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